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桃子 欢迎你准时收听收看我们的桃色新闻 接下来现场的星巴菇 蘑菇 我是艾菇 Yeah 史丹丽我们以为你昏变了 之前看到吓了一跳 你知道现在标题都很会吓人吗 有一个网红说跟他老公是离婚了吗 不是网红啦 依依也算是双胞胎 对双胞胎 你算是艺人吧 艺人 你算是艺人的 好那他就说 因为刚好他老公跟你的 也叫史丹丽 因为我看到标题 他直接写说史丹丽十年婚变 那我非常无情的第一个反应是 嗯十年了吗 你应该猜疑的是婚变吧 我想说不可能啊 所以我想说嗯十年了吗 你的重点错了吧 所以我们的话题就聊到说 现在的很多标题就是 第一个先让你产生误会 嗯然后在你惊吓之余 你就点进去就发现 不是这么回事 可是不是大数据要说 你看这篇文章要超过多少秒以上吗 你只要点进去看到没有 你一支滑出去 没有因为点点阅率跟那个YouTube是不一样 你点进去就那个啦 就算是一个点啦 就像你上百灵果的时候 媒体出来的标题啊 哦对对对对 因为你那个访问那么长 对 他就截取一小段 他还来不及看完整集 然后直接用标题把你骗进去啊 对对对对对 对啊 就破百万的流量 对啊 但是哎所以你看一个比如说我就是冷静的去述说一些事情还是被操作成就是说我在骂YouTuber闷这样啊 然后企图又制造一些对立或者是他们觉得冲突才有话题才有收看的那个 那但是真的很讨厌就是你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他不写名字 知名女星被发现昏倒在浴缸 什么八点档什么时候 后来就发现说是马来西亚的 对对对对对 对会这样的我真的要想这个事情我每次都觉得很扯的啊 对啊 你就是从一个就一个巴西的女星你不知道是谁啊 但是知名女星然后出车祸身亡什么之类的 当然不是不为他惋惜 但就说你你会开始就是脑中就想说啊是不是 是不是我们熟悉的人 或是说对台湾的人 对 然后就这种会不会像狼来了 最后我们什么新闻也不太想点进去 刚才就像我看到史丹妮婚变成无感 哈哈哈 就相信事吗 就相信了 没有 没有就想说还没十年应该不使用 要点都不点 之前那个女主播张雨不是离婚吗 对 然后她就直接写张雨离婚 对对这个我有吓到 对对对对对 那個時候剛好宇哥他去打蠶蠶石嗎 就是去關在那樣 就是不准戴三襲 他說為什麼我一出關被離婚 他自己嚇倒 然後然後老婆也在想說等一下 你真的是進去給我禪定嗎 還是你給我去公所發了個聲明這樣子 對所以就是現在的那種新聞標題 可能我覺得甚至記者本身 我有聽到內部的一些講話 就會講意思就是說現在都這樣啊 那是什麼 有時候是聽說有些媒體是 這些記者們已經不用經過編輯的審核 你就是直接出去你有流量就好 然後我們是按照流量給你獎金 所以管都不管 有些是已經上樑歪了很久了 他都不用上樑證啊 他都已經歪很久他說為什麼不可以 就比如說某些事情 比如說某個歌手表現怎樣怎樣 明明比如說好評有八成 負評只有一兩位 他就是會拿一兩位來寫 然後呢如果說你去跟他complain 他就是說這就是網友的意見 我不能寫嗎 還就是意證值七圈 對啊 他可能會找一大串然後一百個網友好的意見 然後裡面有兩個不好的意見 然後就把他壞的拿出來 而且你有沒有想過那兩個壞的是他們自己的記者去留的 有可能 這就叫製造新聞製造業啊 那就是假新聞啊 對而且你知道那說這種話的有時候是 就是編輯就是更大的 他說我不能寫網友的那個反應嗎 那我覺得講這句話你就漏掉了 因為你如果你是 比如說你是學傳媒出身的 你應該會有自己專業判斷 那今天網友說什麼你就跟著跑 那還得了 誰治國啊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媒體幾乎已經 有些人是沒有這個操守了 因為小記者已經覺得說 我是靠流量在賺獎金 你不用管我 我有流量就好 那流量為王 為什麼這件事情在不同地區不同國家 他們有不同政策 就是說三觀不正 真的有時候要被編一下 你知道嗎 我好像隱約看到那個新加坡總理李顯龍 他有講過說 你可以有你的言論自由 但是重點是你是要為你的言論自由負責任 當然 對就是我們現在是就自由過了頭 大家不用負責任 你放炮我放炮大家跑這樣 這樣放個大龍炮我點著了我就跑 誰放的不重要 然後大家耳膜被震破了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真的是怎麼辦 那NCC也管不著 這沒辦法這管不著那沒辦法管啊 就是我覺得有重罰是可能的 就是說你今天也沒有對 你就先講其實比較嚴重的可能都不是民生 當然民生也很重要就比如說政治好了 那政界大家亂七八糟亂講 有時候也沒有證據 然後告來告去告成一團 那問題是這種東西就是 你如果今天都已經是一個那麼重要的人 我們也看到你常有很強的話語權 在很重要的媒體收視率很高 那你常在污止別人 然後每次人家告你都成立 那為什麼他還可以繼續有工作權 因為他們有一些豁免 NCC有管過一個啊 管到一個電視台官啊 新聞台 管到一個新聞台收了啊 真的 就目前我想到就是管最大應該是這樣吧 可是其他也有 不管是同樣或更慎的犯行的 其實也沒有被 都沒事 動任何一根毛 對不對 他的毛還站在那裡飄啊飄 是 所以怎麼辦 這就是我們身處的台灣 我們很珍惜我們的民主自由 可是現在有點亂套到不行 太濫用了 那怎麼辦 你們會相信什麼 因為現在你看所有的社群網站 其實他可以製造新聞 嗯 我覺得是不能 應該說你已經沒辦法去相信什麼的話 你就是只能養成自己去 查證 努力查證的習慣 對啊 你就看到一個什麼的時候 我不會馬上就是 譬如說某某某是要過世了 好了 我不可能就很多人 很多人就相信了 直接就啊怎麼會這樣 然後就開始在自己 沒有很多人就立刻 R.A.P.R.A.P. 對對對 但我就會覺得 欸我現在只看到一個 一個這個人這樣寫 我要去查證去可能 如果是國外的明星 再等一等 對如果是國外的明星 我現在去查國外的網站看看 或者怎樣 對我會就是再等一等 然後整真的確定之後 我才會相信 因為我剛好放假的時候 就看到有人寫那個 America Got Talent 那個那個Simon 有人寫他 那個了 雞雞了 然後我想說 真的嗎 然後我就開始查各個媒體 對 然後再去查他的那個 就是 國外的一些什麼 嗯沒有 沒有啊 然後有寫說他被attacked 他被攻擊 我想他怎麼被attacked 後來一看都是好玩的影片 就是比如說 參賽者跑去抱他 或什麼什麼這樣子 嗯很可怕 所以囉 那這些假新聞製造者 到底是什麼心態 好玩啊 唉 剛剛嚴肅了起來 其實我們本來是要聊說 如何度過寒冬啦 沒有我們這個 我們現在聊的也是寒冬啦 對 媒體寒冬 新聞假資訊的這種寒冬 我覺得那個也很不好 但說真的就是說 你們是怎麼遇寒 跳這麼快 你不是那個什麼鞋子 每天都在發文說 我到底要不要穿 然後出門就後悔沒穿 你知道因為他真的太保暖 毛靴 10度那天就是最冷的 上上禮拜吧 有一天禮拜五最冷 那我那天就是休假 他一直在台北滴滴滴滴啊 然後就穿著那一雙就覺得 很暖 而且我甚至在懷疑回溫你知道嗎 那我一看溫度沒有啊 但因為就穿光是腳 因為穿那一雙鞋 腳很暖 腳很重要真的 全身就是跟著暖 但他現在講的是有穿那一天 他其實有穿之前 他發了幾天的稿 之前跟之後 他一直在發稿 一直在說 欸我今天為什麼不穿呢 哎呀冷死了 然後隔天有穿 然後再隔一天又說 哎呀我還是應該穿著 然後我就說 你就是先要穿 是不是不穿更戴何時 對阿你就每天都穿啊 對阿 我的遲疑就是因為他真的太暖了 喔你沒有那麼怕冷 只要超過十二三度 對熱 可能穿就會太熱 我自己覺得 喔 但其實沒有啊 因為前兩個禮拜也是 有一天好像十五度 我一直覺得好冷 對 沒有穿 體感溫度 體感溫度 不是 姐你要想喔 出此時 你還有什麼時候能穿 你懂我意思嗎 每個人剛剛說 你就一天到晚都收在鞋櫃 阿你這時候不穿 他要什麼時候穿 只有這個時候了 timing 然後再來我們上次不是講到滑雪嗎 你安排什麼時候去 一月就是下個月出 因為我我確實有在follow那些新聞 果然有一個女生就是 就是衝進一個雪堆 然後被直接埋死了 因為雪太厚了 對啊 衝進雪堆 就是這樣可能失控 失控或什麼 比較不會滑或幹嘛 可能比如說是小雪堆 就旁邊就砰 就這樣子蓋下來 看了 欸我以為剛剛 那應該都是線外吧 這樣的雪應該比較鬆 是不是比較容易撥開 沒有你就是其實滑雪 就是如果是那個 雪場線內都ok 可是你要去線外滑的話 真的就是要小心 例如說 例如說會有說 你看前面可能是雪是很厚的 當然你怕是中空 那有可能是中空 他可能就是只是 雞上面一面 然後你把過去整個掉下去 這種狀況也是有 對也是都會有 所以真的就是 大家為了安全 當然就滑線內 是會比較安全的 但當然滑雪 可能不是大家都會去從事運動 那是真的 我覺得在極端氣候的現在 鼓勵大家 你要常看天氣預報 是是是 對 我也有朋友 就是突然他飛去哪裡帶小孩去 然後就說 怎麼這麼冷 我心想你怎麼沒有看 那個地方現在變超級冷 就是沒有看氣象 當地的local的那個氣象 因為上網看了一段影片 就有一個女生 她就說來 我給你看現在赫爾辛基 兩度 什麼什麼 就北歐都還有一度兩度 他一滑到末河 已經零下幾十度了 就明明是同樣的 末河 講到這個我也覺得蠻奇怪 因為 中國 就前兩個禮拜 我們台北很冷 十度的那一天 我有朋友在北歐 他說 這邊也是十度 對 對 很奇怪啊 你知道我不是要去日本滑雪了嗎 前幾天那個也是 跟我們差不多的時候 日本也是大寒流 下大雪 到現在呢 然後就一直 我一直在觀測那個 一直在觀測 當地的氣象 就是之後會不會下雪 東京啊 在那個元旦的時候啊 是十八度耶 對 十八度耶 亂 完全亂 然後學場根本都不會再下雪 我想說我這次去 會不會有雪可以滑 我都不知道 對 這就很奇怪 所以就是請大家 我覺得 你看了那麼多氣象的災難片 你自己要稍微想一下 對 因為我記得我那時候去北海道 我們就 你知道 不是 就是說怎麼講 我們就是土豹子沒看過那麼多雪 就一直讚嘆 好美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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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說啊 你看你看這個雪怎樣怎樣 然後當地人的表情就是比較沒有那麼歡樂 然後對他們來說 其實雪帶來很多災難 而且很麻煩 很麻煩啊 蠶雪什麼的 我還聽說過一種 他說就是那種 稍微有點太陽或什麼 他說你不要站在屋簷下 有融雪還有那個冰柱 冰柱 直接斷掉插到你的都有可能 決命終結戰什麼都會這樣演啊 是 所以請大家要小心啊 像有一天我自己住山上 我非常非常非常小心 我們家又多了 有一天我老公就 我剛好出國 他就說 你又訂了一台暖爐啊 我就 怎麼剛好是他接到貨這樣子 我訂了一台我從小的夢幻暖爐 就是沒有爐 然後再來他是上面可以煮茶的那種 阿拉丁 然後他就是 為什麼以前不能訂 我也好愛那種 因為小孩很小 日本人那一種 白色好美 小孩子如果手一搭上去 就不行了 是是是 所以那時候都沒有訂 那現在小孩都大了 那我就覺得 狗比小孩聰明多了 狗子要一看那個亮起來 狗就是離開遠一點 狗才不會用狗手上去搭呢 是不是 然後你就知道 在我們客廳裡面 轟轟轟 三台沒有爐一起展開 三台哇 我去我山上的那個大發阿姨家 是很意涵 我一進去我說 現在是展示間嗎 他們家的沒有爐 一排站在那裡 一進去要跟你打招呼就對了 對 好我就覺得在家裡還蠻暖的 這樣就是很舒服阿 因為沒有 什麼的控制得好好的 然後呢就我老公說 欸還是得遛狗 我說好走走走 然後我就在家裡待一天 都穿的那個就是 包的嚴嚴實實 然後又穿那種毛茸茸的大衣 還戴著帽子 我想說我都準備好了 就去走一攤回來 我的鼻水又流出來 像那鄉下小孩 差點要吃自己的鼻涕 我忘了戴口罩 沒有戴口罩差別很恐怖耶 不管是我一脖子要把臉蓋住啦 對對對 我整個臉是失去知覺 然後我說老公你臉來一下 很久沒有跟他距離那麼近 他可能還有危害羞 我這樣一貼他的臉 他說 你的臉整個是冰的 我就冰到這樣 整個身體都是暖的 除了就是這張太陽餅臉 是冰的 然後鼻子就不由自主 那鼻涕就鼻水 就一直這樣流下來 我想說天哪 什麼時候就是除了COVID-19之外 你現在出去一定要戴口罩 口罩很重要啊 口罩超保暖 真的 而且因為這一陣子也是流感什麼的 蠻多人感冒 沒錯 我甚至去眼科喔 你知道他們是非常嚴謹的 一所眼科 非常好 我一進去他說 請戴口罩 他就把口罩拿給你 我想說這不是眼科嗎 又不是呼吸科 他們是絕對就是要小心到這個地步的 因為現在有什麼什麼 世界衛生組織不知道 所以哪一個病毒株有可能 又有什麼變異 什麼的 什麼J什麼E的背不起來 對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 OK 遇寒是非常非常重要 可是你完全不怕 我其實不是很怕冷的人 對啊 就是我即使到 身體好 對可能就是 燥熱 常喝發酵果汁 對常喝發酵飲料 男性更年期 不是更年期好不好 就是英國研究報導 我就是帥氣指數比較高 我都比較不怕冷 英國研究報導 都不準 講什麼 好所以其實 遇寒大家各有各的招 但是請注意一下 你外出其實老人家 那個血管的收縮很恐怖 那你說我被暖爐包圍 我躺在地上到底要幹嘛 就當然是追劇囉 追劇的話 只要有怪物我都不會錯過 那最近有一個卡斯很漂亮 就是補須菌跟韓少溪美女 韓少溪你喜歡嗎 超美 還OK啦 還有什麼 幹嘛 他是在你面前敬酒 還咬下嘴唇嗎 還OK啦 神經病 那你沒有點進去看嗎 我還沒有 我還沒看 就這一天就是比較 比較那個 比較在發酵果汁的熏陶中 派對中 金城怪物啊 這個平台還整理了七大看點啊 哪七大我不確定 但是卡斯我還是會點進去看一看 因為有怪物嘛 就講半天不是因為卡斯啊 是因為名字啊 是因為名字啊 是因為劇名有怪物啊 對對對 好我就進去看這個怪物 到底是什麼樣的怪物 一開始場面很大非常大 他就在講那個 應該是一次世界大戰吧 日本人在中國 然後做了一些 就是你知道他們會做一些所謂的 藥物實驗 科學實驗 就是慘無人道 而且那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那麼多韓國人 不知道是不是在東北做 所以他們那個就是 拿人去做一些實驗的那種 很慘烈的 然後 屍體堆在一起幾十劇 我就想真的 拍電影拍片都要錢 因為你如果要形容一個人慘無人道 然後丟出來只有一句的時候 你會覺得 多慘 那我比連連續殺人犯 還要仁慈一點 他是真的堆了幾十個 然後就開始往人家身上倒汽油 要燒他們這樣 那一開始也是 沒讓你看到什麼怪物 就有點像周星馳的拍法 就是地道裡面 然後那個鐵門就 就出現一些凹痕這樣 很想有怪物 就一直勾著我往下看 那補旭君當然是帥 他就演一個當鋪的 少東小老闆 那韓紹西就是跟他爸兩個 好像就是走江湖那種 然後他也美也厲害 就是他包括他去當鋪 就是人家說那個車早就沒用了 那白癡才會花那麼多錢 他就跟他買了一些零件 就修好騎走了 就是有點像蓋斯太保 旁邊還有一個位子的那種摩托車 好你要這麼的形容他也可以啦 那反正他跟他爸新走江湖 人家說他們是那種密探 就是沒有找不到的人 其實是要找他媽媽 他媽媽被招勸然後不知道 所以他要去找他媽 然後很巧合的 他又碰到了朴旭君 那當然兩個就會交手 打來打去之後 一定要設計一個橋段 就是類似洗髮精廣告 就剛好朴旭君一踢他 他一閃 他本來是用帽子戴 頭髮就跑 往後一仰 然後整個長頭髮就這樣 飄出來了 我像乃哥也拍過一個這樣的廣告 他小時候 就整個這樣 黑髮盪漾 在月光下的時候 慢動作 心就被勾走了 朴旭君就看著他 就愛上他了這樣 所以他是長髮控 像史丹麗就不會 對 對我喜歡短髮子 韓潮熙如果在你面前長髮 也不行 又害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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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經病 好 那反正這個當然是他們的小夥話 主軸就是說 那他們去 等一下怪物在哪裡 主軸就是那個實驗 然後就是在一個 日本人控制的一個醫院的地下室 所以他們就要去找這樣子 那其實會吸引我 除了怪物還有一個原因 是他片頭都用畫的 然後他就是請了一個畫師 他們日本人就說 你要畫這個 我們拿人做實驗 有一個什麼像細菌的東西進去 然後他的演變過程 所以那些怪物都是用畫的 但是你後來仔細想一想 他如果主軸故事件只有這一條 那就是怪物有成功嗎 怪物成功然後就刷刷刷很會殺人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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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覺得 冬天其實保障了某些收視率 因為大家不想出門 而且他好像是目前是上第一季 好 他還有第二季 對象是 Oh my God 不過他有一個悲傷的梗 我在這裡就不破梗了 如果你對怪物系列有興趣的話 但除此之外 其實他 我後來就是有把毯子鋪開 然後好好的躺下來這樣 就是 你我 我覺得他拍得很中規中矩啦 但就是說你好像錯過什麼 也不會影響後面的發展 因為你大概知道邏輯是什麼了呀 就沒有鉤子啊 沒有鉤子也沒有反轉 他轉不過來他怎麼轉 除非第二季他有個什麼要 要讓那個怪物再變回來 除非 就大概是這樣 好這就是我跟大家短短報告的 金城怪物 如果你很喜歡這兩位演員 還有第三位怪物 你很喜歡的話 也是可以點進去看一看的 怪物只有你 欸只有我 我是怪物迷 好的 謝謝大家收聽收看囉 拜拜 拜拜